自从我的父亲给小哈整理完毛发 他是越来越瘦 瘦的都破相了 养这么多条狗 养这么长时间的狗 一直发现 狗还居然有药 小哈现在瘦的 药物曲线特别明显 你们如何正确的喂狗 喂狗吃药 吃到了吗 再来一趟 这有点偏不着 吃到了 来不能快 好吃的哟 显然那最后没有成功 我只好请教喂狗大师的食言 这食言又使出了杀手锏 把打虫子药放在食物中间 那怎么也吃一盘呢 怎么去 小哈的饮食 小哈现在的每顿饭都特别的讲究 我给他换了更好的狗粮 再配上半碗鸡头肉 羡慕啊 不用羡慕 谁让你们吃那么胖的 谁让你们吃那么胖的 这玩意真是呢 隔壁的狗子都要残酷了 而小哈呢还不为止所动 在这块磨磨叽叽的 然后我给乐乐也堆了一趟 乐乐看见这颗狗粮 非常高兴 马上把脑袋渗过来 开始吃 然后我看了一下远处的乐乐 她那一盆呢 马上要吃光了 这就是咱们奇葩的哈士奇 吃点东西永远是这样 那是香道的磨叽 而乐乐这边呢 好东西基本上已经吃完了 只剩下一些她不爱吃的 再看一下小哈这边 小哈早已经不吃了 不夸张的说 这一片狗粮呢 小哈差不多能吃两天 在平时我们做饭 只要有小哈能吃的东西 我们就会给她几个 你要是不给她 她是正不吃东西 瘦的嘎嘎的 好像我们越来越吃的 其他几只狗人 和小哈完全相反 只要是狗粮一出场 那家伙都疯向了 尤其是善储 善储呢 那这是能吃能吃 近视特别的大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狗是以翅膀为主 从那个狗粮盆拿出去开始 只要里边有狗粮 你就在这看吧 无论发生任何的事情 只要算出能找到机会 她就会去吃狗粮 绝对让每一颗狗粮 都进入她的肚子 我一直觉得呢 小哈现在什么都不吃 变数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我爸 我爸不论什么 都喂给小哈吃 给小哈吃的越来越惨 她现在呢不吃狗粮 只爱吃带钱袋的 好吃的 此时呢 我的父亲 就想把她手中的宝物 送给小哈 让我给阻止了 看着小哈呢 越来越瘦 我是正不知道咋办了 你们知不知道 有什么好的正费方法 我给小哈补一步 她现在这样 看着太可怜了 跟大家聊一聊 最近院子的改变 现在你看到的这两小货车呢 给我们送来了书名 这算是院子改造的第一 别看你在车上没啥效果 当他们下了地 经过这些园艺师傅的培养 很快就会生根发芽 开出较低地的鲜化 镶满整个院子 客气完之后呢 园艺达人们就开始干活了 这活只要一上手 就能看出来人家的真功夫 那假活是正快呀 原本一排排的树名 很快的扎根于土地上 找到属于自己的灵魂 每一棵小树苗呢 都要经过简单的修理 假如说要是不修理呢 就容易水土不服 导致树苗死亡 从另一个角度 看一下这些数字的整体造型 想想狗子们 在树叉中穿梭的场景 这一切都值得了 在晚上的八点左右 这些花花草草 终于种完了 种完了是种完了 以后需要每天固定时间浇水 由于那花花草草太多了 浇水其实也是个麻烦事 而这个建局的任务呢 要给了孙岩 孙岩的命呢 也不能打回事 从他那天说 要给树浇水开始 这个天呀 却像漏了一样 又下雨了 太好了哟 又不用浇树苗了哟 这雨下的呢 院子里的活是一点也没有干掉 只能趁着老天爷休息 我这边呢 才能少量的干点火 这运点花土 电院子都等了好多天了 另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是 冬天的吃水问题 去年冬天呢 停了好长时间的水 熟识物质查的 都是用血水查地 当去年冬天发生了这件事 我就告诉我自己 为了我家的尺串 不再受到撞击 近年必须打口径 现在你看到的这位告人呢 就是我们找来看水的 刚开始我也挺不服的 毕竟呢 我在这方面也有所造诣 又是什么分进八卦 看残散 又是什么地下 上面一条楼杂的 我也是有所造诣的 最开始这个告人呢 在这块看这个扇险 决定呢 在他的下面打口井 位置呢 就在小哈 锁在位置的前面一点 后来这位告人 继续往前行走 然后他走到鱼塘的下面 他说呢 这个位置能出水啊 只需要挖一米五高 这个水呢 就会喷射而出 就好像在这个鱼塘里 打了一口石油井 这个水流啊 就是这么大 这样呢 既解决了冬天营水问题 也能保障鱼塘流水 确定了坐在方阵 现在呢 就开始凉门 话说 为什么要凉门呢 就是想看一看 勾计能不能进来 当一切都确定了 就等着他们来干活了 当然能不能干活 主要看老铁爷 最后呢 给大家看一下 一位粉丝朋友 给我们画的设计图 感谢有你 感谢有你们 这个大狗是 瞧哞哞 瞧哞哞哞的 虽然 你只是出去买个发 你用不上五分钟 就会回来 你熟识这样才干好呀 太阳这么独狂 瞎我的眼睛怎么办 哎呦我天 孙岩出门 为什么这么注意形象呢 是以为呢 我最近给他 经常派出品 他逐渐的 有了明性的逛华 在家 我在旁边 三封点火 让他的自信信爆棚 我这是网号 我叫孙岩 你们可以送 那个拉下个 三十个生日子 我追网号 但是后来呢 随着孙岩的日常生活 发布的越来越多 大家呢 更关心 孙岩什么时候能减肥 更有甚者 把以前的视频截图 发到现在视频的下面 来羞辱现在的孙岩 那时候我一不说 我长得挺好看的嘛 然后说 哎呀那时候 其实我玩的 找的这么好看的 洗了挺好心的 好看的 还说我这事 不跟你也说过吗 就你这个大脸好看啊 原来就是胖了点呗 我说的也是很漂亮 但我告诉你事实啊 我妈好撒谎 就是纯实是骗你的 你敢把这段发给你骂 我这段我不敢发给我妈 我敢发到骂 当初我比你好看一带 你好看一千呗 你现在胖像猪仔的时候呢 你嫌弃我胖了呀 你要不要嫌弃我 人都说了 人都说了 说你胖了就不怀孕 最近呢 虽然的自信 逐渐的掉纹了 别人也不那么自信了 我非常抗拒 我用手机拍一趟 所以最近 关于睡眼的视频 别少了 爷老陆 我在床躺 人说的 人人 我耳朵说了 你怎么 你习惯什么 天天不是在床躺的 就是在被窝 要不就是刚起床 你说你每次录 不是早晨 就是晚上 那我下把录你干活 对可以哟 除了这个问题呢 我俩之间 还遇到了性的问题 那就是结婚 该给睡眼多钱 可以留言多 多少钱 我每年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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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把这菜里钱都赐了吗 那包 你就这么赐能行吗 你说话 太逼了 最近呢 我终于想到了一个 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既能让顺元减肥 还不用我给他钱 不要 行啊 你挖我吗 我可以 那你就挖我 嗯 那你要是收到110 我就给你付钱 你不就是说 我要是收到110 就让你多少钱 对 真的 这一家所有东西都给你 真的 真的假的 真的 所有所有钱 所有东西 以后你政治工资卡 全都给我 真的吗 嗯 你要是骗我怎么办 那是用もう一杯 他是用了 是用的